現今版本的交通安全基本法 今天立法院開始生早 不過這個時代理論黨團是批評 這個錯案是在公公園 高公報就揮引 基本法是來進學大方向 現有其他的法條 可以來補足這個設計 另外 正經國度庫文 壓制是來提出這個運計 想要來起價 交通報就標台 應該先提關這個服務的評級 政府會先吸收開順 國道三號發生遊覽車 超出出事情 做生謝郎思望 一樣在這五月十七 國道一號五香高到六段 是發生國道客運 揮手車的意外 四天今晚禁忌道生 不太忙 嚴格理會接機 大車安全 後面總部放心 最近國道客運 極架 刷台幅 希望穩架去 連動票價 算不上對安全 讓人沒辦法接受 國道坑有這麼多的問題 然後運量也減少 他的服務品質是需要提升的 現在票價號稱要調整三成 你到底你的態度是如何 我是傾向於這個郵政 來吸收 目前初步是這樣 但是是不是三成 這個要經過這個 他們審議委員的審議 交通安全康律 最近珍惜關注 尤其行政安全康律 歐明出現在國際媒體 行政院移設的道路交通 安全基本法 草案 再去拜祭立法院 交通委員會審議 在驅議官 這期 草案 是憑食利益 尤其關於交通安全 醫生的教友民 根本都沒有放列出 教育的部分 他們要做什麼 是不是都會在法裡面 把它寫清楚 這個教材 或是各個 各版本的教科書的更改 他們就要提取 好 那車禍的原因 也就是車流的衝突點 我們的交通改革 必須整個打掉重裂 交通安全基本法 是歐日本 作為通常交通安全的特格 其中 押忠無情由交通部主席的 動案會部 求告行政院政業 和看部會通局 可以更加順利 以此 綜合報道